中文字幕 李宗盛 趕快來選一下ABCD 選一張牌 老師要幫大家公布囉 會太快嗎 大家要思考完了嗎 好了 就給大家這樣 無聊時間 好 老師要公布 選A 好 他要怎麼樣才可以增加自己的魅力呢 選A出現的話是寶劍八的逆未拍 意思就是說呢 你必須要增加自己魅力的方式就是 你要換位思考 今天呢 你不能夠說一直從你的出發點去想事情 你今天應該是說 好 從今天可能去吃飯 那可能你在表現表達意見的時候 你沒有去顧慮到別人他們的想法 想法 可能說他們要上班啊 需要就是幾點 比較自我一點的人嗎 對就是 他們也不算自我 他是沒想太多 就是比較大啦啦 真的覺得沒有關注到 關心到大家的感受 對 沒錯 所以這種選到A的老師是建議說要 換位思考 多站在其他人地方去想 包含就是可能主管 或者是說包含同事啊朋友 都要去換位思考去想想看說 換了一個位子看這件事情是什麼樣的想法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有時候大家想不通可能 就很執著一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換另外的角度就是覺得 如果站在那個人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可能就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選A的網友大家就是要建議你 就是要換位思考一點 多站在別人的立場上想想 可能會增加你的魅力 對啊 這樣聽起來就是 如果都不思考別人的立場的話 自己就顯得很自私 就是太自我的人 對 一般來說大家應該也不想要跟他太接近 太親近了 選B是選到哪一張牌呢 選B的話出現的是 全帳皇后的正位牌 意思它呈現出來是說呢 今天你是一個事業心比較重的人 所以你變成在顧自己的狀態上面 你卻可能沒有去顧到說別人他在做什麼啊 可是他其實把你心中放的地位是有存在的 可能他希望說今天你PO這個訊息 我希望你可以看得到 甚至有所回復 對 但他就是你說太重事業是不是 工作上面 對 重事業重工作 所以變成說你很多事情沒有顧慮到 所以它呈現出來是包含連家人之間 你都沒有去顧慮到說 他們平常健康的狀態啊 或是他們的想法喜好啊 甚至說天氣可能變了 你也沒顧慮到說 沒有關心一下 對 關心這樣子 所以選B的話 有可能是太重工作狂就對了 所以可能最近要稍微關注一下自己周遭 不要就是一同又都在工作上面 其實旁邊已經有很多人已經發出情緒 你怎麼都還沒有關心我 對 所以就顯得自己很冷漠 因為你就是一同栽在工作上面 對 天啊這種演技也是蠻厲害的耶 熱愛工作就對了 所以要是建議她是要脫離一下工作就對了 對 不要一直poke在工作上面好不好 好 選B的網友 好 接下來選C是哪一張牌呢 好 選C的話出現的是寶劍騎士的逆位拍 那呈現出來是說 它還有另外一張符牌呈現是金碧女皇 意思就是說呢 你對於錢上面是一個 擁有很好的眼光的人 你很看得清楚說哪裡有生意往哪裡去 但它呈現出來是說呢 你不夠信任 就你有一個方向 可是你變成是說 你沒辦法做成人氣網 因為你不夠信任 對方可以帶給你什麼 所以變成你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去做 自己去衝 很衝莽撞的動作 所以它呈現出來是說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騎士 原本是在一個馬上面騎得很好 往前時程的狀態 但它呈現出來是逆位 牌子就是說你落下了馬 你失足了 因為你就靠你自己的判斷意識上面去衝 但你沒有去信任帶領可能說 屬下一起去往前走 帶領朋友一起往前走 所以它是說呢 你常常透過你自己的判斷而去做事情 對 那你不夠信任對方帶給你的東西 所以變成什麼事情都是你在扛 那別人就會覺得說 我跟妳不用當朋友 我覺得我沒有受到一個 重視嗎 也不是 也沒有一個成就感 就有點像是不方自賞的感覺嗎 就是我自己很就是高傲 什麼事情應該可以一肩扛起 然後不信任其他人 其實是旁邊團隊可能有很多人想要支持你 但你就是因為 你擺出了一個非常高傲的態度 就讓大家覺得 你這個人不是很好親近 聽起來很可怕 所以就比較適用在工作職場上面對不對 還有時候太自我了 覺得大家就會不想接近你 所以魅力值就非常的降低低落 對 沒錯 好 選低呢 好 選低的話出現的是寶健二的逆味派 意思就是說呢 你現在的狀態上面是失去本來的平衡 所以你是受到一個 因為失去平衡 所以你沒有辦法是 站在一個好的出發點去思考想事情 所以你是一個情緒很混亂的狀態 喔 情緒混亂啊 對 沒錯 所以他要怎麼做呢 他是說建議你 你可以說去學習其他事情 把你的平衡慢慢的找回來 嗯 接下來老師先幫我複習一下好了 就是選A到D的網友 要怎麼樣才可以增加自己的魅力值 老師剛才從不同的面向來去做解讀 選A的網友 好 選A的網友出現的是寶健八的逆味派 意思就是說你必須要換位思考去想一下 對方他做事情上面是什麼樣子的想法 那你才能夠去做成人氣王 這很重要喔 對 好好選A要換位思考 沒錯 選B呢 選B的話出現的是權贊皇后的正味派 意思就是說你的事業心很重 而是你卻沒有去顧忌到說 好 可能真心對待你的人 你可能是只把注意力放在說 比較視力的人身上 就是比較有 喔 禁忌耶 就是你覺得那些人對你比較有利對不對 對 所以你平常都跟那些有利的人相處 太視力眼了 沒錯 所以導致周遭可能也本來想要關心你的人 對 就慢慢漸漸的遠離 對 真心親近的人 反而沒有辦法去維持住這樣子 好 好 選C的話出現的是寶劍騎士的逆味派 他另外一張斧牌是金碧皇后 意思就是說呢 你有一個很好的眼光存在 就是對於事業上面或者是說 對於錢上面你都知道該怎麼去做 但它呈現出來是說你的團隊心是不夠重 所以你會變成說很多事情都覺得 我自己來比較快 就直接去做 可是其實你身邊很多人 他是可以跟你一起討論 想要幫忙你 對 想要幫忙你 避免你落馬下來 對 可是因為你就這樣一意孤行 所以導致最後可能會有不好的結果 對 所以要多多去看一下旁邊的人 不要覺得自己就是最厲害的 對 沒錯 我覺得全C夜晚可能 至少上很多人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吧 就覺得自己應該是最無敵嗎 就是什麼事情都懶在自己身上做 但最後其實旁邊一群人要幫你 可是就幫不了你 對 沒錯 好 選第一 選第一的話出現的是寶劍二妮威牌 意思就是說你自己的狀態上面是不好的 就是你心靈上面是一個很混亂 沒辦法平衡的情況 這種時候會建議你休息一陣子 然後慢慢去找回你的中心 他是建議你 你可以去學習一個新的東西 可能說想要學習語言能力啊 或者就是說想要去學習樂器 這些都很好這樣子 所以大家學到麻蓋ABCD各有不同的面向 要怎麼樣增加自己的魅力 還是要靠自己好不好 好